花海的首发位置不太稳 紫禁的个人能力也不差 葛米尼教练打嘴给一帧道歉 一帧发的称号已经很久没见了 一诺没有跟逊的原因曝光 难不成他还没被亚运会选中呢 就在昨天 Eastar一队参加葛米尼教练举办的平台杯 前一场花海上场3比2赢下涛博 后一场紫禁首发3比1赢下RW Eastar全员的表现都非常好 特别是坦然的状态 属实是好到不行 意味着花海即使去参加亚运会 Eastar整体的实力依旧很强 不过这场比赛出现了很戏剧性的一幕 葛米尼教练说出一帧的称号一帧发 以至于自己不停道歉还自打嘴巴 正是立马发消息跟他道歉 只能说态度诚恳 如今一帧发这称号已经很久没见了 拿到多个冠军的一帧 依旧是没得到一些人的认可 泰然你也解决不了 大荣子也解决不了 这个倔阳你也解决不了 一帧发呢 不一惩罚呢你也解决不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话了 打嘴巴打嘴巴 我刚刚他要的看弹幕了 他要一下说错话了对不起 没没没没没没这个真说错话了 这个我真要道歉 这个真对不起 说错话了我这个 说错话了这对不起 肯定要说的学生别没事 我这个 对不真真对不起 我这个是真的嘴巴 他家的我喊一惩罚 他家的看了一眼弹幕 我他家的 真的 说实话是真对不起 我也跟嘴巴去道歉了 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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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不过肯定要刷礼物 肯定要 肯定要肯定 肯定要肯定 做错事了就他家的 比较认 然后就是伊诺亲自解释了 没有跟逊的原因 他觉得是太久没跟逊 这时候应该多打巅峰赛恢复手感 还表示下季赛前几场不会上场打比赛 难不成亚运会大名单还未出吗 意味着伊诺还没入选 AG夏季赛要是没有增补名单 一安一家独大 取得好成绩的可能性极低 说一下最近为什么没跟逊啊 因为刚从那边回来嘛 然后又搞了一些活动 然后最近我最近就打打 因为他家排位恢复一下手感 然后我们打个打个几天 然后再去更逊 总的来说 葛米尼教练认错态度诚恳 第一时间还给伊证发消息道歉 虽然弹幕老师说没必要 但是他觉得做错事就该认 或许这就是葛米尼 没当教练这么久 依旧有很多粉丝喜欢他的原因 至于伊诺到底有没有被亚运会选中 个人感觉70%以上入选了 他解释没跟逊的原因 应该只是托词而已 毕竟跟逊更容易打出手感 这时候他打巅峰赛 就是在捕时长 最后大家觉得伊诺入选了吗 一针如今还是一针发吗